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中共目前對瘟疫的封鎖政策 會導致供應染問題雪上加傷 德國商會1月25日表示 在華企業普遍維持擔憂 據路透社1月25日報道 德國工商大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硬斯 在專訪中對路透社表示 傳染性更高的Omicron 變種可能會挑戰中共當局對中共病毒的凌容忍措施 特別是隨著王力新年假期臨近 人們出行需求增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20日表示 鑑於Omicron變種的高傳染性 中共當局應重新評估其新冠清零政策 因為作為主要商品供應國的角色 中共當局的這些限制 現在證明了對中國和全球經濟構成了負擔 硬斯對格奧爾基耶娃的觀點表示贊同 IMF的批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德國工商大會的擔憂得到了 德國BDI工業聯盟的認同 德國BDI工業聯盟警告說 北京冬奧會即將於下周展開 屆時會增加Omicron感染風險 也導致更嚴格的封鎖舉措 這樣可能會對製造商、出口商 和在供應鏈末端的企業構成新挑戰 但硬斯認為北京會堅持病毒清零政策 因為科學研究表示 中國疫苗對Omicron的效果不如西方國家的mRNA疫苗 面對傳播更迅速的Omicron病毒 目前越來越多國家採取了與病毒共存的政策 不再像以前那樣封鎖城市 英國甚至取消有關這次疫苗的一切限制 社會回歸正常 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慢慢減少封鎖 令社區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中共當局現在仍然堅持要對病毒清零政策 只要一發現有人感染病毒 就會封鎖整棟民居樓和小區 甚至整座城市 清零政策除了造成民眾生活不變外 工廠企業亦停工 對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有評論認為中共當局的新官清零政策 陷入了難以擺脫的死胡同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月24日 引述專欄作家史提芬奴爾的評論說 隨著Omicron變異主引發的新冠狼潮退潮 歐洲國家已經開始逐步解除限制性的措施 而中國卻不得不使用越來越嚴厲的防疫措施 才能維持清零政策 新冠清零措施現在成為了社會緊張和阻礙經濟的根源 並可能對中國甚至對歐洲 哪至對全世界造成嚴重的經濟後果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表示大多數專家認為 中國已經進入死胡同 因為在病毒傳播於高峰的情況下 卻很少中國人接觸過病毒 中國實驗室開發的疫苗效果很差 大部分中國人對病毒沒有免疫力 現在正成為了中國的致命弱點 為了實現瘟疫清零的目標 中國浙江省的很多工廠有去年沒暫停營運 該省是中國製造業和出口中心之一 西安在爆發疫情之後 城市被封鎖 內存晶片製造商三星 德國汽車製造商大眾 以及為Nike、Editas工貨的紡織品公司確認 在中國國內的生產活動遭遇暫停工或減產 天津的兩家德國工廠也因為瘟疫而停產 豐田汽車公司表示 他們在天津合資工廠在1月24日至25日停工 因為整個天津市要求對居民進行大規模的病毒檢測 大眾汽車集團中國首席執行官馮思汗1月25日表示 他們位於天津的一家大眾汽車工廠也關閉 他們位於中國東部港口城市寧波的一家工廠 也因為疫情關係而關閉 自2021年12月下旬以來 包括東部的天津港、中部的西安和南部的深圳 都採取了部分或全部封城政策 浙江寧波、舟山港是世界第三大集裝商港口 也在周邊出現確診病例之後 限制了卡車和倉庫作業 貨物積壓情況越發嚴重 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公司首席執行官幾遙武福里 1月24日在電話會議上說到 我們正在非常仔細地監測中國那邊的情況 因為跟2020年和21年的情況相比 Omicron有很大機會改變中國的情況 他說到目前為止 空中巴士在中國還未出現任何供應中斷的情況 空中巴士在天津有一條生產流水線 包括A320單通道客機的總裝線 世界上兩家最大的內存晶片製造商 三星和美光在西安都有工廠 因為封城限制導致沒有足夠的員工在廠內從事生產 在短期內造成產量下降 匯豐銀行亞洲經濟研究部聯合主管 范力文說給《華爾街日報》 鑒於中國在全球供應中 日益重要的作用 今次的衝擊可能比去年更具挑戰 他警告說未來幾個月 Omicron可能導致亞洲工廠所有供應面之母 中國的生產停滯 也有經濟學家提出警告 今次的清零政策 可能造成的後果會更嚴重 因為Omicron新變種病毒具有高度傳染性 在中國的一些地區 已經檢測到感染病例 而北京東奧會定於2月4日開始 中共將疫情清零政策 當成政治目標的執行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來自大紀元記者劉毅綜合報道 王牆編譯報道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了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